刚才他们又怎么了 我们先来问一问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累 还有没有 感觉 刚才被推倒了 然后 就什么不记得了 放冻上了 好像李老师他们仨同学之中 这个戴眼镜同学他是最硬的 对对对 我刚才看出来了 特别特别硬 特别特别硬 然后就 没啥感觉了 没有什么感觉 你不知道有人在你身上踩过去吗 有的 那你没有什么感觉吗 如果正常情况下踩你 是不是非常不舒服 对啊 你看 那刚才呢 刚才 没有太过去 一鸣呢你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平时 就是那种比较多动 然后注意力很散的那种 这一次我是感觉 注意力空闲的集中 老师就一直在强调说 身体要僵住 然后就这种 一直就在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过程是有点 是有点恍惚的感觉 有一点那种 那你知道刚才我踩过去了吗 吕老师究竟是怎么回事 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能在这个电影当中 有看到一个战士 当他在打仗的时候 这个时候虽然他已经受伤了 可是那个时候 他依然感觉不到疼痛 刚才呢 我做这件事情 只是诱导他 去专注在某一个事情上 所以我会用一种 比较快速的语言 和命令式的语言 让他去感觉 他就是让自己就紧张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忽略了 对其他的一些方式的 去感应他 那么这个时候 即使有一个人在上面 即使或者说 这个人甚至比他重的话 他都不会去体会 那个重这个字 他不会去感受 只是听到我说 硬硬硬 就是如此 所以这种方式呢 就是一种催眠的方法 它叫快速的一种催眠方式 但是呢 我想让大家能够知道的 就是什么呢 一个人只要他一心一意 去做一件事情 他一定能够做到 哦 哇 李老师你好厉害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您的意思就让我们 学习的时候 也要一心一意 肯定都会取得好成绩 是不是 是这样的 好 谢谢两位 其他班的同学 你们上课了 你们还可以走了 谢谢 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 给我们催眠了对不对 是的 那您能催眠人 我相信小动物 您肯定催眠不了对吗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吧 真的假的 李老师 小动物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们班的生物学 真的有小动物 那我们把小动物 拿上来好不好 看来这个关一定得过 我把我们的小动物 全都拿来了 李老师 接下来 你真的能把鸡和小动物 都给整催眠了吗 我可以让它睡觉 大家安定一点 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听懂 我说的话 让它好好的躺在床上 来 这就是你的床 安静一些 好好的睡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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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一点 乖一点 我现在让它重新地唤醒 起来 起来 我哥们 你醒了 你醒了吗 我会弃我们 明天发生了吗 对不起 我会不舒服 我醒了吗 avoir grief 你醒了吗